嘉义阿里山知名的民宿被投诉说出现跳蚤问题 一碗药价6600元 但是住了一碗 手脚被跳蚤摇到像是毁容 双脚双手满是一颗一颗的红点点 起氧无比全都是跳蚤惹的货 夫妻好无奈出去玩 花了一碗6600元 如主嘉义这间民宿 绿植环绕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跳蚤咬 更气的是告知业者也没得到回复 夫妻在脸书社团发文 10月17号带着全家共8人到阿里山旅游 入住两间山景四人房民宿 没想到夫妻两人却被跳蚤咬到全身手脚布满红点 连医生看到都感到害怕 直呼被跳蚤毁容了 当下像民宿反应也没得到道歉 直到网友先议论 留言说我的天啊看到头皮发麻 还有人表示太扯了谁敢再住啊 贴文曝光后31号业者才紧急发文 坦承自己慢半拍的处理态度 造成顾客影响一切就由自取 并承诺会尽快除虫 也强调对于无权删除Google评论 更没申请移除 承诺会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记者蔡崇吾嘉义报道